新工业区 地晶科技的工房 堆放着各种零件的厂房里 停着一辆造型相当朋克的三轮摩托 与一般摩托不同的是 这玩意儿不只有着半人高的轮胎 驱动轮胎的引擎更是大的离谱 由于引擎的高度超过了坐垫 以至于不得不将它装在摩托的侧面 用一只额外的轮子驮着 远看着就像一辆前凸后翘的三蹦子 而那引擎的造型也相当地别致 形状就像一座烧红薯的炉子 顶部有个圆形的进料口 单独放在路边 很容易被当成户外垃圾桶 但事实上 那个过于宽敞的进料口 是为了方便驾驶员往里面添柴 才故意设计成那样的 走在管理者大人的旁边 蚊子一脸兴奋地 向他介绍着自己的新发明 这是我们仿照军团制式清卡的发动机 专为清泉市附近一带地形设计的柴火引擎 经过一些简单的改良 现在它变得比以前更加适应颠簸的环境 就算是在泥巴坑里上蹿下跳 也能保证引擎不会意外熄火 我们的士兵再也不用拿着枪托 去抵住进料口里的木头了 而这款摩托车也是我们地精科技的杰作 我称之为死亡吐息 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很酷 某种意义上而言 确实挺酷 只不过楚光觉得这名字多少有点不吉利 就好像坐在上面的人注定一去不复返一样 不过抛开这些 这玩意儿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引擎的原理大概和锅驼机类似 垃圾桶形状的进料口连接着铁桶式的装置与管道 木头被送入进料口之后 在缓慢沉降的过程中被烘干 随后被内部的热量裂解 在有限的氧气中不完全燃烧 表面的碳雨水氧发生反应 生成含氢气 甲烷 一氧化碳的混合气体 最后在通过金属冷凝管之后导入发动机 在此之后的原理 就和其他天然气发动机差不多了 包括活塞和气缸结构等等 三公斤木头相当于一升汽油 足够这辆摩托车跑20公里 相当于百公里消耗15公斤木头 不但好用而且便宜 毕竟这废土上最不缺的就是木头了 事实上 这玩意儿并不能算是文字最近的发明 毕竟很久以前 它就在木工小屋里倒通过木柴气化 而玩家们早期使用的燃烧瓶 以及它自己用过的喷火器 都是用木柴气化的副产物做的 仔细地端向了这台造型独特的摩托一会儿 楚光看向文字继续问道 这摩托最快时速能开到多少 文字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一百码没有问题 不过我不建议开那么快 以外面那路况恐怕一个颠簸就能让它飞起来 楚光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虽然他没骑过摩托 但骑过电瓶车 稍微想象一下就能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不错 虽然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有了这东西 我们在战场上的激动性将上升一大截 感谢你为人连复兴做出的贡献 没想到自己的发明居然得到了派系领袖如此高的评价 文字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受宠若惊的表情 克制着心中的兴奋 他语气激动地说道 能为您分忧是我的荣幸 订单 银币 最关键的是 自己的发明得到了认可 一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 能够上架NPC的商店 被全服的玩家们挑选 文字便不禁激动地热泪盈眶 还有谁敢说他的发明没用 还有谁敢说他的创造多余 嗯 就问还有谁 楚光奇怪地看了一眼情绪突然激动的文字 但也没说什么 而是继续追问起了生产方面的事情 这种引擎制作起来麻烦不 还有那个 呃 死亡吐息摩托 一个月产量能到多少 文字嘿嘿一笑说道 不麻烦 只要材料供应充足 钢铁厂那边的订单能排得过来的话 三天组装一台没什么问题 快的话两天都行 三天啊 稍微慢了点 恐怕得错过眼下的这场战役了 不过楚光也清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想搞规模化生产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而目前新工业区的80%的资源 都集中在了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上 哪怕再怎么动员 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没有的东西 至于载具 只能暂时先放在第二优先级 不过让楚光欣慰的是 文字最近似乎是开窍了 终于开始考虑抛弃小作放的生产模式 适应版本的需求 雇佣其他玩家和原住民 学着81号厂做大做强了 这无疑是个好的开始 通过VM向地晶科技发布了订单 从地晶科技离开之后的楚光 去81号钢铁厂转了一圈之后 便返回了前哨基地 然而 就在他刚返回基地不久 便看见班首神情严肃地向他走来 大人 您部署在东北方向的巡逻队传来消息 他们在中州航天生态实验基地 至东柳营地一带 目击到大量掠夺者活动的踪迹 他们应该是从TS市南郊来的 终于来了吗 不知为何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楚光的心中非但没有一丝紧张 反而松了一口气 黑蛇选择在这时候发动攻击 总比拖到一个月之后要好 而对于他们会提前动手 他和瓦努斯也是早有预料的 看来那些掠夺者们想在牢房里过冬 甚好 楚光看向班首 沉着地下令道 动员所有士兵 按前天夜里制定的计划部署 班首神色一速 领命道 是 大任 清泉市东北部 一支由20辆轻型卡车 8辆装甲皮卡 以及一辆坦克组成的车队 此刻正歪歪扭扭地蜿蜒 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 缓慢地向前蠕动 除了车辆之外 车队的两翼还分布着数百名掠夺者 以及近千名拴着脚铐的奴隶 由于带上了全部家当 他们行军的速度很慢 时不时还会有卡车 因为糟糕的路况陷进雪里 或者被地形卡住 只能让奴隶去抬车 以至于行走在旁边的掠夺者们 不得不放慢脚步 等一等这些笨重的大家伙 坐在一辆装甲皮卡的后座 黑蛇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耐烦 不禁向司机催促问道 我们还得多久才能到 扶着方向盘的司机紧张地回答 天黑之前应该能赶到 大人 天黑之前 看来今晚还得在雪地里过一夜 知道催也没用 黑蛇在心中骂骂咧咧了几句 耐着性子继续等了起来 前天晚上 他派往南方的赤后发现 长久农庄的方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期间还看见了一枚信号弹升上夜空 虽然没有看清楚具体的战况 但他的斥后回报说 听枪声那里至少有三百人 甚至是更多人在交火 两到三支百人队 看来他的老朋友施牙 瞧见了他的心思 这回铁了心 打算抢在他们前面 趁着雪花之前 将部队往南推进二十公里 直接赤下清泉市北郊大片土地 黑蛇知道自己必须出手了 如果继续等下去 等到了春天再动手 恐怕真就连口汤都没得喝了 坐在黑蛇的旁边 维德斯措辞谨慎地说道 大雪天行军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的装甲部队 在半米厚的雪堆里 根本没办法发挥机动优势 无论是装甲皮卡还是坦克 亦或者被卡车牵引的 两门一百毫米榴弹炮 这些重型装备稍有不慎 就会陷在雪地里 而一旦他们抛锚在了 不合时宜的地方 很可能就会成为火靶子 然而黑蛇并不在意 或者根本没有把这句警告 放在心上 从那些北郊的幸存者们 在前两场战斗中 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撑死了也就两只百人队的水平 而那种东西 光是他旁边就有四只 并且还有六只 已经先行出发 在大部队的前面探路 无法发挥机动性优势 笑话 他需要那东西吗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只需要把炮口 对到他们脸上 他们自然会丢盔弃甲地投降 暴风雪已经停了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我们的步兵会在前方扫平障碍 我们的装甲部队和补给资众随后跟上 情况乐观的话 明晚我们就能住进他们的房子 睡他们的被窝 维德斯问道 如果情况不乐观呢 那就后天 黑蛇拍了拍维德斯的肩膀 脸上露出了一抹愉快的表情 放心吧 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忠密的计划 但有时候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重要 维德斯摇摇头说 这不是打仗 这是赌博 赌博 我并不讨厌这个词 黑蛇笑着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如果我们的前线部队遭遇攻击 我们的坦克冲不上去对吗 维德斯 没等他开口 黑蛇便得意地继续说道 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遭遇大雪的并不只是我们 他们也是一样 我的战线拉得再长 也在炮火的射程之内 没有载距 他们会像陷进雪地里的蚂蚱一样 被我们的火炮按死在地上 如果他们选择进攻我们的后方呢 维德斯忍不住说道 如果我是他们 绝对不会愚蠢地从正面冲上去 黑蛇的脸上浮起了一丝不悦 虽然这位参谋 偶尔能提供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但有时候说话实在不好听 尤其是他并不认为 建功自己的后方是一个好主意 你以为我没考虑到这种情况吗 否则 为何我要留四支百人队在后面 即便退一万步 他们奇迹般地绕开了我们正面的部队 出现在了我们的后方 这四支百人队也足以将他们淹没 何况这是不可能的 这场寒冬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人总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想而绕开搜索前进的六支百人队 他们只能从东边绕 而且得绕一大圈 保守估计 他们的行军路线会延长到三十公里 而这期间会穿越大片的雪地 以及灵星分布的森林与废墟 等他们废那个力气绕到后方 说不准他们的装甲部队都已经开进清泉室的城区了 而且即便退一万步 真让他们摸到了后面也无所谓 哪怕坦克陷在雪地里 最多也就卡住他的履带 又影响不了他的炮塔 在四支百人队的配合下 密集的子弹和炮弹会像拍苍蝇一样 把那群该死的臭虫拍死在雪地上 这一天他已经等了一个多月 听完了黑蛇的话之后 维德斯选宅了沉默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把所有人都派到前面去 只能说明他不蠢 但并不能说明这是个足够聪明的决定 如果让这家伙来当远征军的指挥官 只怕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撑不下去 三天就能将百万大军打光 维德斯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现在只能祈祷对面也是一群外行 然而不知为何 每当他这么想的时候 心中便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这是他在北线与大猎谷的人作战时 锻炼出来的直觉 而这种直觉已经无数次帮他躲避了危险 真的会有这么顺利吗 此时此刻 无论是维德斯还是黑蛇 亦或者跟随在车队旁的巡逻队 谁都没有注意到东边三公里外的雪坡上 一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望远镜的前面套着纱布 趴在雪堆里的夜食 克制着心中的兴奋 伸出冻僵的食指 按在了造型别致的耳机上 各小队长注意 目标已经通过A标记区 正在向地图C区移动 他们应该是想去省计公路 你们肯定不会让这条大鱼过去对吗 不远处的睡袋里 睡着离线躺诗的狂风 一会儿他还得下线把狂风给喊上来 他们在这儿换班执勤已经两天了 这两天两夜 他俩一次也没回过基地 夜食自己都不晓得 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通讯频道中传来个小队长的声音 峡谷在逃眼鼠 干 又特么不是从我这儿走 午夜杀鸡 来活了兄弟们 距离目标五公里外的雪原 站在卡车旁边的泉水指挥官 回到了副驾驶位上 推了坐在驾驶位上的 占地气氛组一把 开车 咱们去C区域 一会儿别特么看到人就上头 打架之前先把车停下来 来了 卧槽 这次任务真是够久的 我都特么差点掉线了 站地老晃了晃脑袋 发动了引擎 泉水指挥官没有理他 食指按在了耳机上 正在转移部署 目标C区域 呼叫边缘小队 那些人直奔着你们的方向去 这次恐怕又是你们打头阵了 距离目标四公里外的省级公路旁边 一对身披白色伪装的玩家们 匍匐在雪地中 他们的身后是一片树林 前方是一道缓坡 这里是通往省级公路最近的一条路 边缘滑水伸手在耳机上按了下 冷静地回答 收到 结束通讯 他看向了身后跃跃欲试的战友们 缓缓做了个深呼吸 表情严肃地说道 兄弟们 敌人正在朝着我们直线前进 只剩下最后四公里 这里将是战场的正中心 说完 他看向了工地少年与砖 砖兄 你一会儿瞄着坦克的履带打 不管打没打中 开完一枪立刻换位置 断了履带 就别管他了 交给大眼 身前放着一杆近两米长的骑枪 工地少年与砖兴奋道 交给我好了 加一 负债大眼从背包里取出了小机器人 确认炸药绑好之后 黑黑笑了声继续说道 话说这次开盘步 我压 滚啊 压你个乌鸦嘴 就你话多 赶紧去前面放机器人 剑引起了公愤 负债大眼干咳了声 我就开个玩笑 这将会是一场苦战 他们将面临的敌人 将会是上一次的数倍 不过没有人害怕 边缘滑水能感觉到 身旁那一双双瞳孔中闪烁着的光芒 都是兴奋 与视死如归的勇气 他们会将那些强盗一个不胜的挡在这里 想过去 那就来试试看吧 边缘瞟了一眼胳膊上的VM 只见一行淡蓝色的文字 在屏幕中浮现 任务 行动代号春雷 这场雷霆 会击碎所有的黑暗